大家好 我是韩红 爽不爽 爽 我是李湘 主持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呢 今天这个节目 是我说话最少的一个节目 现在终于轮到我说话了 各位嘉宾 我会珍惜的 今天的嘉宾里面 有一位资深的主持人 大伙对他特别熟悉 他以说话不走脑 满嘴胡粥 而且不说人话 而被大家熟知 你们知道是谁吗 张绍刚老师 这张绍刚老师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主要是吧 在舞台上呢 总是展现出自己特别严厉 不近人情的一面 其实通过私下 对张老师的了解 如果张老师 能把自己全面地 展现给大家 观众肯定会更讨厌他 但是张绍刚吧 很专业 特别爱护自己的嗓子 没事吧 就喝那个什么 对 桌上那个 念词安 每天起来呢 就喝一口 开始练声 怎么练的啊 嗯嗯嗯 哦哦哦 我不讨人业 我主持得很好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 韩老师吧 韩老师 今年应该 六十多了吧 六十八了 哎呀六十八了 哦 还坚守在解说的第一线 有人就好奇了 这都六十八了 能看清球员吗 你们问的也太奇葩了 他需要看清球员吗 万一看错了 没准就说对了呢 黄紫娇刚刚说啊 节目没消息了 也没告诉他 借这个机会啊 我想给你道个歉 这节目吧 其实做了 就是没有你 哎呦 有时候啊 我们家月轮呢 经常跟我说 我得努力 我得创业 我不能一辈子 靠老婆靠孩子呀 后来我就安慰他说 靠老婆靠孩子 算什么呀 有的人 还靠前女友 过一辈子呢 还在讲我 今天很多人 都在提谢娜 对不对 网上呢 很多传言 说我跟娜娜呢 有什么一解之争 其实啊 这都是胡扯 我们俩私底下关系 真的挺好的 比如说逢年过节 这娜娜呢 都会给王世玲 买一些礼物 她经常吧 时不时地就给我发微信 但是我 从来都没回过 开玩笑啊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一解之争 主持人一团和气吧 那就没人爱看 就非得说 谁跟谁吧 有矛盾 谁跟谁吧 有心结 其实吧 这一解之争 都是假的 但是 这汪涵和何炯私底下 还真不怎么联系 自从我们家王世玲呢 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大家都会说 哎呦 年纪这么小 参加什么节目呀 很简单啊 我觉得我们家Angela可爱呀 说我特别爱 给我们的孩子打扮 那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希望她长大以后 看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都是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不过呢 我也挺担忧的 一呢 是这孩子确实应该 学会情节节约 是吧 第二呢 照我们家这个花钱的速度啊 等她长大了 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了 刚刚大家说 我喜欢换工作 是吧 好像特别不靠谱一人 其实吧 我每份工作都做得不错 我就是一个 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最近我有体会到 换工作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孩子面前 特别有成就感 王世玲吧 经常就问我 说 哎呀妈妈 你会唱歌啊 对呀 妈妈当过歌手啊 哎呀妈妈 你会拍戏啊 对呀 妈妈当过演员 哎呀妈妈 你还会做生意呢 当然了 我不挣钱 谁养活你和你爸呀 但是 如果要换成宁静姐家 估计应该是这种情况 静姐对她的孩子说 妈妈 妈妈当过演员 哇妈妈你好厉害啊 妈妈还当过主持人呢 哎呦妈妈 你别闹了行吗 很多人在网上 说我们家王世玲胖 不仅说王世玲胖 还说我胖 不仅说我胖 还说我们家王越伦胖 胖就胖吧 还把我们一家胖的照片 发在网上 还at我 你at我有什么用啊 你at我 我们一家就能瘦了吗 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是特别任性的 身材也任性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想做什么 谁说都没用 也许突然有一天 我就瘦下来了 但是 请所有吐槽我的人放心 我绝对不是因为 你们吐槽我而瘦的 我自认为自己呢 过的其实是一个 很正常的人生 在什么阶段呢 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该主持的时候就主持 该辞职的时候呢 就辞职 该结婚的时候就结婚 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生孩子 你们认为不靠谱的 我可能觉得很精彩 很多的传闻 就让他们去传吧 很多的公鸡呢 就让他们去攻击 很多的不理解 就让大家不理解 总而言之 一句话 只要我开心 您呢 随意 我就是李湘 新鸡